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啦 欢迎你们来到浩雪兄弟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RBT Bump 2.3 还在2.3 OK 还在2.3 可是呢也是最后一个Part了啦 也就是Part4 OK 这一个Bump呢 我没有想到会做到这样长啦 可是其实应该也是讲有原因的 因为前面呢 Part2和Part3呢 必须得分开一个部分讲 不然的话 如果我把Part2跟Part3的东西 参在一起讲的话 Part3你也看到了 那个视频的时长是多么的长了 如果我又加着那个Part2的东西 这样加一起的话呢 它就差不多了一个小时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就跟它切一半啦 这样子的话 你们虽然看的时候呢 要这样一直跳一直跳着看 可是这样子的话 至少你们可以先消化一下 先先休息 停一下 OK 消化了 再来看Part3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废话也说到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进Bump 2.3 4 这个是Part4 OK一直到2.3.7啦 都是Part4里面的视频 OK 2.3.4呢就是这样带过而已啦 我只要给你知道它的标题 就是我们要 就是我们要 就是这一整个单元呢 最后呢 其实它是像一个Project这样的 你的学校老师应该会叫你做啦 如果他没有叫你做呢 就应该是在Bump 2.4的时候 那边会叫你做 OK 关于到电路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2.3.4呢 就是你在要做这个东西出来之前 OK 你要装这个Mentor 可能你要装两三个 然后Battery你要装 你要有这个Permagun Battery 这个东西这个壳 OK 给它包住这个Battery的呢 它叫做Permagun Battery 这个它在后面Bump 2.4应该是有啦 我有一点忘记了 然后 还有一个Swiss 这个Swiss呢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OK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会讲到比较久一点 希望你们听了我的解释过呢 可以明白啦 这个东西呢会比较复杂啦 OK 它会confuse一点 等下后面会给你知道 为什么它confuse啦 好 这个Swiss这个东西呢 它 就你就当作是Swiss 你这样子 这个是你最后要做出来的东西 可是你要画的时候 你除了要画Lakaran Litar Electric 就是这种普通的Lakaran 你还要画另外一种Lakaran 叫做Lakaran Schematic Litar Series 这个Litar Series 为什么讲Litar Series呢 因为它是全部在同一个的路线上的 所以叫Litar Series 那这个在上一期视频 我有讲了吗 Litar Series呢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路线 然后组合在一起的 比如你的家 你的家的灯 你想看啊 如果你关掉一个灯 OK 你关掉一个灯 比如你房间的灯的话 只有你房间的灯会暗 其他的地方的灯会暗吗 不会嘛 它如果是开着的话 如果别的房间是开着的 你的房间是关的 肯定就你的房间关而已 这种情况 就是处于家的那种情况的话 它装的电路 用的是Litar Series 如果你还不清楚 你可以看回去 那个Part 3 然后Litar Series呢 是整个的 如果说你这边房间关掉 整个关到完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了嘛 因为一个家肯定有一些地方是指 在特定的时间需要开 特定的时候需要开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要装Litar Series 会比较省电的 然后它所有的亮度呢 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那个东西呢 是前个Part的东西 我们这个2.3.4呢 就是要跟你讲 你还可以画成这一种方式 OK 就是叫Lakaran Schematic 就是用这样的线去画 然后Mentor 你直接画一个圆圈 然后画一个打插 或者它还有两种形式 这个应该在你科学的 Chapter 7那边 会给你看到 它还有另外两个Symbol 可是最普通的 就是用一个圆 然后一个打插 这个就代表Mentor了 然后你的Battery呢 你看我前面一直讲 一直讲这个Battery 可以一个长一个短 就是Battery了 这个没有变 OK 然后Swiss Micro呢 它会有三个点 为什么有三个点 我现在给你看 OK 我们这个2.3.4 可是呢 就已经结束了啦 我们直接去看下一个部分 OK 这个东西呢 是在2.3.5 也就是在你课本的第72页 注意下面那边的Info Extra 这个东西呢 不要看它在Info Extra 你就觉得不重要 因为在你做Project的时候 你会去考虑 你要用哪一种类型 Swiss Micro 它有两种类型 Micro表示它很小的 一个东西就这样小小罢了 OK 这个是因为科本嘛 所以我特地给你放大给你看 因为你要看清楚 它是怎样装的 然后你在做Project的时候 你才知道要用哪一个 来呈现出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OK 所以Swiss Micro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Swiss啦 可是它特别一点就是 它有三个看到吗 这边有C-O-M 叫C-O-M N-O-N-O-N-C 这三个东西就给你看到这边前面 它是有三个点的 OK 所以这边我讲清楚了啊 你已经知道它的SYMB了 所以不会很难啊 你要记SYMB的话 其实很简单 现在这个东西呢 会比较 Agap Confused一点 现在你要听得好好啊 OK 你看这边 Swiss Micro Rodapap Confusedlaubay Swiss Tecan Tutup Ota Swiss Tecan Boga 这边它给你 Tecan Boga Tecan Tutup OK 它倒反写OK 啊 可是一样的东西 OK 你要知道有两种 Swiss Tecan Boga和Tutup 然后 Yambuqandung kapabada Samamang vayabada Tamatan 这个Tamatan呢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你要接哪里 现在 我先问你啊 OK 你看看这个 Tecan Boga和Tecan Tutup 哪一个线 那哪一个黑线 你就看黑线 他是不是接着同一个地方的 都是在COM那边对不对 OK这个东西你要怎样认呢 如果他考试 他可能会要你去认哪一个地方是 COM哪一个是NO哪一个是NC 如果他今天他题目啦 你看好这个东西 尖尖的这个 就是你的多有本哦 你要按下去的地方 这个东西是一个按下去的地方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这样子 往下看这个下面就是叫COM COM就是叫com 英文叫做com 然后中间的呢一定是NO NO叫normally open normally open 有ED啦OK 时常都开着的 这个叫normally open 然后NC呢是normally closed 你看这边NC是normally closed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来认 OK你要知道的就是COM 然后M它的上面呢就是连接着这个对哦 本纳拉OK一定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下面才是common OK如果今天他这个东西reverse 或者他flip90度OK flip180度不是90度 他180度的转过去的话就等于你的那个东西他会是这样子的了 他变成这样 然后这样 如果他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一个叫做COM OK COM 我这个写到不好啦 OKCOM 这个一定是COM common common一定是在这一个的下面的 这边 OK第一个这边啦 然后这边呢最最左边的这个呢 当然就是你的NC啦 OK NC Normally closed 他就会倒反 中间一定是NO Normally open OK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你已经会认了过后 这个是考试可能会问你的东西啊 OK因为我做这些刷题啊 还有考试 我的考试真的是有这个东西啦 啊 OK 现在你搞清楚这个了啊 我们来看下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来辨别你什么时候你要用Swiss的Gamboca 什么时候要用Swiss的Gamboca OK Swiss的Gamboca 就是当 你按这个Duel Panola你压它下去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东西 比如你装的是Swiss 那个Swiss就会关灯 你按下去的时候 OK Tegamboca 你Tegam下去的时候 它就Buka 它的Buka呢 其实是倒转的意思 OK 畅反调跟你 英文呢 它叫做PUSH to OFF PUSH就是Tegam To OFF 所以你按下去的时候呢 它是off的状态 就是你的那个灯呢 是被关掉的啊 可是马来文呢 它叫Buka啦 OK 它故意畅反调 然后 Swiss的Gamboca呢 它的那个英文叫做PUSH to ON 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 它是亮灯的情况 然后你松开的时候呢 它就是关灯啦 OK Swiss的Gamboca呢 就是等于PUSH to OFF PUSH下去的时候 关灯 松开这样的情况呢 它是开住灯的 OK 现在这个东西 你如果听不懂的话 你可以再听几遍 然后 我们再看下一个东西 全部放下一个 下一个呢 在你课本的第七十页 就是在BUB2.3.4那边啦 OK 这个东西现在啦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下 比如说 它用冰度阿玛利 这个例子来讲 它要在冰度阿玛利装灯 OK 装这个Swiss Micro 它要给这个门呢 当它被打开的时候 那个灯是亮的 然后那个门关上去的时候呢 那个灯会自动熄灭 这样的情况呢 它就要用到Swiss Micro OK 什么Jenice呢 我们现在先看啊 看怎样子先啊 它讲 门关起来的时候 这个门呢 推到了你的Swiss Micro OK Swiss Micro就是这个东西 它推到了 它压住它了 OK 等于你按下去了 它得干下去了 所以Swiss Micro 你得干 你得干了 你的Litar Electric Turbuka 就是已经断了 断开连接了 那个电的那个路啊 已经断开了 然后 Bekalan Arus Electric 阿干 Turbutus 自然的咯 因为这个Turbuka 已经开了 就是等于 它没有电 可以再供电了 所以等于你的Arus 自然的也就 Butus 断了咯 然后你的Mentor 阿干 Padam 这个是当你的门关上的时候 它推到它 它就关 然后当Pintu Amari Turbuka 门被开的时候 你的Swiss Micro Turbuka 就是你的Swiss Micro 没有被压着了 OK 然后你的Litar Electric Turbutus Butus Electric Butus 就自然的 它的那个电又再回去 然后就导致你的Mentor 门牙乐 就开始发亮 OK 所以 给这样的情况 你要用的是什么Swiss 这个Swiss 是Swiss Turbuka OK 按下去的时候 它是Buka的 Buka的意思 转过来就是等于 Turb 所以Turb 所以Turb 下去 Turb 的时候 Turb 了 OK 所以Swiss Turbuka 要用Swiss Turbuka 因为英文叫做Push Turb Off OK 英文叫Push Turb Push 按下去 Off 所以Mentor Budum 所以要用Swiss Turbuka 你如果怕你乱的话 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这个是在 Part2那边学的 Litar Buka 就是意思是说 当这个Litar Electric Turbuka的时候 你看 它这个东西是开着的时候 它就没有亮了 OK 可是呢 它不适合你这个 你学的 今天学的这个Swiss Micro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 普通的Swiss 罢了 然后Swiss Micro 它是有一个弹簧的 你没有发现到在这边 有一个Pernola 看到吗 Pernola下面有个Spring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它不是我们前面所学的 那个普通的Swiss 这个是普通的Swiss OK 然后我们今天学的是 特别一点的 有Spring的 所以它的东西是不能relate到的 然后 这个东西呢 是叫Litar Tudutup 你看Tudutup Tudup的时候 它就猛压了 OK 所以Tudutup的意思 就是你的Arus 已经散步回来了 所以你的Mentor就会发亮 可是今天这个Situation呢 它有一点不同 因为装的是Swiss Micro 所以当你的Swiss Micro 是开着的情况 松开了 你没有按着它的时候 它的Spring会跟它弹回去 它会弹上去 这个东西它会跑上去 OK 你假设啦 你今天你不要看这个 等一下我画一下给你 这个东西你不要看 OK 你把它当成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情况 当这个是开着的时候 你的这个灯就会发亮 这个叫做Swiss的干部杆 OK 然后呢 这个是当你的那个Swiss关着的时候 可是前提是它是Swiss Micro Swiss Micro的情况 然后你要接对那个路线 这边有给你看到吗 这边有路线的对不对 现在我们再来学它的路线 Swiss的干部杆呢 就是当这个 common连接着 normally closed的时候 你看又在导转 Buka是close OK Buka是close 然后Swiss的干部杆是common跟normally open 故意的 它就是故意的 OK 所以normally open 是跟toto 这样子去接 OK 所以给这个东西 这个situa系呢 它其实有点像 你家的冰厨 啊 你家的冰厨呢 你可以仔细去看啊 你开了门过后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旁边那边 它有一个东西是翘起来的 那一个东西就是Swiss Micro OK Swiss Micro 你关门的时候 它的灯就按了嘛 或者你用手去按住那个 那个Swiss Micro的时候 它是 那个灯 那个冰厨里面的灯是关的 然后你松开的时候 它就门压了 这个情况一模一样 只是它用在冰度armary 这样的情况罢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清除了过后 我们在目方去下个东西 这个是今天的主角啦 你学完了过后 后面再看你要不要看啦 OK 1000mAh 是Bersama 那边有学到那个Lita 怎样算 对不对 它如果 它把题目换掉 OK 它写1000mAh的话 你要自动把它换成A 因为题目要求你算的时候 要换成A OK 所以你要把mA换成A 就是等于1 如果它题目给你1000mAh 就是m的意思 m就是要三个0 所以你把三个0换去没有掉的话 就是取消在三个0 就是1 OK 这个东西呢 等下后面会给你做practice啦 OK 现在我们来看下一个东西 就是Bub2.3.5 OK 再回来你的课本 OK 刚刚我们看70页嘛 OK 这个前面一个是看70页 现在看71页 71页呢 是Menganalysis Element System Electric 我的Gadget 你看看你还是要看 啊你做了这个 这个东西叫什么 Lakaran Lakaran Litar Schematic 记得啊 这个东西叫Litar Schematic 然后Analysis Dilagukan 为什么我们要做Analysis 为什么我们要去分析 这一个话呢 啊 Untok 我们要去分析 Element Litar Electric Meng Chukopi Damma Tuhi Nilai 就是它装进去这些Mentor 的时候呢 它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 OK 就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正常的运作 不会说一个东西呢 它放住那边就是做一个花瓶 它完全没有用 这样的话你装在上面呢 你每一个东西都装 装这个东西在上面 没有用的东西在上面 等于浪费 浪费你的钱 如果你是去买的话 OK 然后 你就看这个东西 怎样去Analysis它 你就用这个前面 我们Part1所学的 Sumber Medium Burban Kawalan这四个东西搬进来 然后你的答案就填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这四个 有没有在里面 OK 或者有没有少掉 或者有没有多余 如果多余的就 Tick走那个多余的 OK Kawalan呢 它是可以控制你的那个东西 它是发亮还是关的 OK 控制你的Arus的 Arus就是那个电流 控制那个电流的 你肯定是要用Swiss啦 OK Swiss这边呢 我因为我拿这个 所以是Swiss Micro 你就要写Swiss Micro 然后Burban Burban是什么 Burban就是那个可以发亮 可以发出声音 OK 可以旋转 可以有动作的 你可以拿来用的那个东西就叫做Burban 然后在这边里面 因为它是Mentor 所以我就放Mentor进去啦 OK 这个Kawalan呢 是Swiss Micro 或者你写Swiss也是可以啦 OK 可是严格一点的话呢 最好就写Swiss Micro 或者你问看学校老师啦 然后Medium Medium是什么 Medium就是一个中间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开关引号的中间人 中间人就是他要负责拿来 一定要有它 没有它的话呢 Burban不能发亮 OK 这些东西不能发亮 不能发出声音 这些 这个就是你的Wire OK 要有Wire Wire就是这些线 OK Zoomber是什么 从哪里可以提供这些东西可以使用 就是要有Battery的存在 OK 或者你要有一个Socket 要有一个插座 然后你要插那个东西下去 然后给它开电 这个东西叫Zoomber OK Zoomber在这边呢 是用Battery啦 因为已经卖了Battery了 它装在里面 放了两个Battery OK 所以现在这个简单的东西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个叫Analysis Element System Electric 我们来看下一个东西 下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东西了 OK 这个东西 也是一样 它还在这个Analysis里面 可是这个你可以看你课本 第七十三页 其实东西是大同小异的 差不多一样的 OK 你看 你就把它列出来 有四个Element Electric 就是你有Zoomber Burban Medium Kawalan 这四个东西先写下去 然后你再来写Zoomber旁边是什么 Battery Burge size AA AA size的 它的Quantity 放了几个 你就要看你画了这个 OK 它这边有长短长短 表示它有两个 所以Quantity是两个 OK 然后Nilai Parameter呢 就是拿来乘二啦 OK 一个是1.5W 这个是你一定要记得的东西 AA size呢 它一定是1.5W的 OK 1.5W拿来乘二 就是3W 所以你的Nilai Parameter是 DigaV OK Conto Component Electric 就是这个啦 然后Sambungan Positive Burgalan 跟Mentor 1 啊 这个呢 你不要去 不用去管它什么啦 如果你要看的话 也是可以的 Positive Burgalan 跟Mentor 1 你看 Positive 是在这边对不对 你的Battery的 Positive 的位 朝上这个Mentor 1 OK 然后它的屁股呢 就是Negative Negative呢 去Mentor N-8 可是它是去Mentor 它是去Swiss Micro 因为最靠近 它是Swiss Micro 然后 就到了Burban 就是你的Mentor Mentor有几个呢 这边里面有四个 你就写咯 它的N-8 OK Nilai Parameter DigaV 这个呢 是你要看一下 每一个的Mentor 它大概它的那个 Nilai Ring DigaV 这个Om 是RingDigaV 的意思 OK RingDigaV 有几个 然后拿来乘4 一个 在这边呢 你可以得出来 它是四个 四个Mentor 一个它是9Om 9乘4 你会得到36Om OK 所以有9个了 那这边有9 9 9 9Om 9Om 这样子来得到啦 然后为什么 我会讲它拿来加起来 这个Mentor Satu啊 OK 现在我写在这里 这个是9Om 然后这个也是9 第二个也是9 第三个也是9 第四个也是9 OK 假设啦 全部都是9的话 啊 这个全部都是9 然后因为前面的时候 OK 我再给你看回去前面啊 我们学的这个 那刚刚那个是什么Lita LakaranLitaVersiris 或者叫Siri 所以Siri的话 你要帅铃铛杆就是把1234拿来加起来啦 所以你要写它的formula的时候你就写咯 写成 9加9加9加9 OK 或者你写9乘4也可以啦 因为它的Nilai都一样嘛 9乘4等于36 所以Nilai parameter是这个啦 然后 它的三方案是怎样Mentor Satu到Mentor Dual到M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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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or OK 这样子顺着下来的 OK Settle这个第三个 Waya Lombardungal 这个是你的Medium Medium呢 它用Waya Lombardungal 就是一个线的 单线的 OK 里面 它是没有 没有别的 它没有里面有那种三个线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 里面 细细的一条一条一条的铜线 这个全部组起来啦 OK 它叫做Waya Lombardungal 一个吧 OK 然后里面没有别的颜色 就这一个颜色而已 里面就这个颜色而已 然后外面呢 它可能用黑红来做这个代表啦 然后 它的那个 quantity 你需要多少 多少嘞 你也不知道嘛 你不可能讲 哦 我可以知道 我这边需要 三个 我要四个 我要五个 不能知道 要看你的size Ketingian Klebaran Amari 这个呢 是因为前面 的例子呢 用的是 Almari 那个橱柜的 还记得吗 这边啊 这边是Bintu Almari OK 它用着这个接下去的 所以 如果说今天的情况不同的话 你就要换哦 换这个东西 OK 看它几长几阔 这个是你的Waya OK Waya 没有办法讲的 OK 你买来就是一捆一卷的 没有办法讲 所以你的Nilai parameter 它没有Nilai 因为它是一个线嘛 OK 所以没有东西 Sambungal Almari Battery Commandor 一二三弹四 到 Terminal Swiss Micro 从你的Battery 如果你讲从Battery的话 OK Dali Battery Commandor Satu Cadual 第一个 M8 再接下来 去到 Swiss Micro 这个就是它有顺序的 OK 然后最后一个 你的Kawaran 也就是你的Swiss 来控制的 你需要多少个 Quantity 一个而已 OK 只需要一个 然后用的是Swiss Micro OK 你就放Swiss Micro下去 然后OK 现在这一张图片我就要来问你了 这个东西接下来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 Common C-O-M OK 中间的咧 No 肯定是No N-O-No 是Normally Open 然后旁边的是 N-C Normally Closed OK 就是这样子认的 Mandor M8 C-Terminal Swiss Micro 从第四 去到Swiss Micro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整个 Analysis 就是这样子写的 OK 可是 我不知道考试会不会有这样的题目 如果老师讲有的话 你可以 再来看一次 考试前的时候 给你清楚 他就是这样写的话 很Logic的 这些东西很Logic的 不会很难 OK 然后呢 2.3.6 我不要讲 我直接跳过 因为根本不重要 除非你老师讲 他会特地出这个东西 如果他会讲特地出的话呢 就是 应该是Langalanga 本名的案 你可以去看七十四页 Langalanga 本名的案 Litar Gadget Electric 这个我们有去讲 OK 我们直接看3.7 这个部分 完了过后 也就这一张SLAB 然后就去Quiz了 OK 我今天有准备Quiz给你们了 2.3.7 我们要去做UG了 UG很拟败它 去评价它 去测试它 OK 测试它 和去评价它 到底有没有用 它是什么功能 这个东西做出来有什么用 都转本物价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UG呢 要去测试它呢 我们要去测试它呢 这个是肯定的啦 你就用Logic去想 OK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要考试出来问你的话呢 你可以靠Logic去猜答案 应该会猜对啦 啊 如果你够幸运 或者你的Logic没有问题的话 OK 就是 总之啊 就是你要去做做这个测试 就是为了要确保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Litar呢 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啊 到最后你的Mentor可以发亮 如果你装的是Mentor啦 OK 如果今天你换的把它换成Bumbus 那个Bumbus呢 是会发亮 而不是发亮 它会发声的 发出声音的啊 你就去测试哦 如果最后它可以发出声音 成功 你的5G成功哦 然后就来Bernilaya了 Bernilaya呢 你就把全部所有的东西list out出来啦 OK 你的Mentor啊 Bernilaya Bernilaya这些东西全部写出来 你要去测试的东西 你要去评价他的 Bernilaya到Dita Bernilaya Bernilaya OK Bernilaya Bernilaya的话 看你Tata要不要写啦 如果DitaBernilaya 你又要写什么 这个就是这样 也不用去学啦 应该考试不会叫你去填这种东西的 只有作业 作业会比较无聊 会叫你去写这个 可是一般上是跟着课本的啦 课本的抄下去应该是对的 OK 这还是要看你那个 作业的上面那个题目啦 如果题目是跟你 课本的东西一样的话 你就抄下去哦 没有什么变化 OK 然后就到了我们的Quiz Time 现在来Jawak你的Solant了 2.3.5呢 我没有讲 为什么 因为2.3.5呢 它是跟2.3.3的东西一样的 OK 它是拿来算的 就是Part3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为Part3 你就可以 知道2.3.5的东西是怎样算了啦 如果你要看它的例子的话 OK JawakSolant Very Good 这边里面呢 我有用一些课本的 也有用一些额外的题目 OK 我先在这里讲好啊 我有用一些额外的 也有用一些课本的 OK 第一个 如果它要你 还记得Element System Electric是什么吗 Part1我们学的 一共有4个东西 第一个叫Sumber OK 第二个叫Medium Sumber是什么 Sumber有分成 Sumber有分成 有分成这两种 OK 然后第二个是Medium Medium呢 它有分成 Medium Bawaya 和Medium Tanpa Waya 所以我在这个题目里面呢 就顺便帮你做一个复习了啦 OK 第三个叫Burban Burban就是 那个最后东西 它会Burban的 它会发亮啊 会发生的 这个你一直听我讲 OK 所以Burban就是这个东西了 然后 第四个叫Kawaran 控制你那个Arus的 控制这个电流的 看它几时要停下来 它不要再继续 留这个Arus 还是它几时要走 这个就是Kawaran的用途 OK 所以这四个 你除了要知道它的Jenice 它的Element有这四个啦 OK System Electric 这四个Element 然后每一个里面的Marsot 它的Jenice OK 这些东西 然后 就到了第二个东西啦 第二个东西呢 它题目就是会这样子问你啦 给你它的意思 Burantara Antara Burban 有Sumper Burban 记得Sumper是什么吗 我们拿一个例子 比如Sumper是Battery 你的Burban是你的Mentor OK Mentor可以发量叫Burban Sumper是你的Battery 所以它的中间要有什么 Burantara 就是要有Medium 你的Wire OK 所以ApacaElement 肯定就是Medium 然后就到了下一个题目 第三题 Burna Burikud Burkena 等于Arus Turus Ata Arus Ara 这个东西也是在Part1的东西 有Arus Turus Arus Ara 要你去Easy Temba Kosong Naman Easy Sama Oder 要你要写A去Bagi Arus Turus Atau Au Bagi Arus U Lan A 还记得Arus Turus是什么吗 Arus Turus就是它的那个 那个电啊 就是 死死死的就走原 原本的一个一条路而已 就是走一条路线 OK 它不会回去的 它只会直直走 走完它到那边 用完就没有了 到Mantor那边 它走到Mantor Mantor发量 一直用它的电嘛 用完了就没了 然后 Au呢 是它可以一直 会回去 会回来 这样的那种叫做 Ulan Alet OK 第一个 System 看到 这一个东西 它肯定是 AU 因为 这是来自政府的 政府的一定是AU的 我们家电的一定是用AU的这个电的啦 OK 然后 第二个 Sumber Buggy Jenice Arus Aus Electric Aus Electric Mangalia Sachara Serhaler Serhaler的意思是 只是 这样顺着走的意思啦 所以是 Ati OK 最后一个 Vol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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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Transformer 它的Voltan 可以 Voltan 可以 Voltan 它就是 Aus Ulan Alet OK 用到Transformer的 就是Aus Ulan Alet Transformer呢 它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 那个 Voltan 从 高 调到低 然后再送进你的家 啊 这样的情况啦 OK 这个 第四题 这个是在你课本的啦 Voltan Jenice Lita Di Bagian A Di Bagian Ni Ba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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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ar Teruto OK Litar Pintas OK不要管它 我们先看这边 Satu keadaan ya berlaku ababila Waya hidu bersentuhan dengan Waya neutral tanpa lalu yi berman 你看到bersentuhan或者 Sento 还是他有两个Waya 看到两个Waya就是Litar Pintas OK 所以最后肯定这个Litar Pukat 就是最后一个了啦 因为 Tidak mempunyai satu Gitaran lengkap 记得这个Keyword OK 没有一个完整的Gitaran 就是Litar Pukat 然后第二个Litar Pintas 就是看这个Waya hidu bersentuhan 看到这个bersentuhan肯定是Pintas OK Tertutop就是 Other satu Gitaran lengkap 这个就是Tertutop OK 这个东西 这个是在Part 2的啦 Part 2的视频的东西啦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可以看回去Part 2 然后这个呢是Part 3的东西 Liberi nilai votan 240Wat Nilai ringtangan digaom Chari nilai arus bagilita tersebut 上一期视频我有讲到 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list out 先简化题目对不对 现在呢再教你一个更懒人的方法啦 直接在题目那边做草稿OK Votan 240Wat Ringtangan digaom 让你算Arus OK 然后我们先来找出这个先 这个东西上面写V 这些东西啊在上面写的是给你过后要套进去 用那个三角形的Formula的时候用的 OK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啦 只是因为这次的那个呈现方式不同 你可以看你要用哪一个或者你有你自己的方法 更适合的也是可以 然后你不想看我这个你可以直接拉去后面看一下答案 跟你算的答案对不对啦 OK然后Bringtangan digaom Bringtangan是用R OK R我这边有写R OK 你可以写大个一点啦 然后要你找尼拉Arus Arus最后你要给什么 Arus在你那个三角形那边它叫做I 可是出来你的Arus要给A OK记得啊你最后出来不是I啊是A OK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编出来啦 画出来OK就讲了考试先起 画便便这个东西出来先VIR OK等于VIP 你把这个P改成R加个尾巴给他这样子 然后把formular先写进去拿一分OK 然后再来做做你的步骤OK Rotan搬进去然后三零蛋蛋丢进来除咯 为什么除因为你要算的是Arus Arus 所以V横代表除V除R 所以V除R240Ω除DigaΩ 看他给你的单位啊他给你的单位是Ω 你就丢Ω进去给你OHM你就写OHM 最后出来80A A就是你的Arus OK最后出来80A OK第2个这样的题目 Rotan搬进去 看到吗这边有要你要求了啊 可是你一看这个你已经知道了吗 最后你一定要给这样的答案出来 OK单位一定要写这个了 你不可以再写那个我前面教你那个symbol了啊 因为他这次他不是要你写那个symbol 他要你写OHM 他不要你写这个了 这个东西他不要了 他这次没有他这次有特别名著 他要你写OHM你就不要写这个 OK 如果他叫你写这个你就写这个了 如果他没有讲你哪一个都可以写选一个了 然后要你找Nila 你等下OK我们先来做草稿先 OK这边是V 这个是I R所以VIR还记得吗 这个东西变出来了咯 VIR最后要你找R R咯所以V除I你的formula V除I 然后V除I等于10Ohm Ohm记得啊要改成OHM啊 不要再写这个symbol了 啊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这样简单 可是你要看好题目啦 OK 第三个呢我直接给你变出来这样子 OK R书1.5A R书是什么R书用I咯 OK R书是I啊 然后零单干是R 在这边 最后要你找什么VOTAN VOTAN是V 最后出来的答案要用V来表示 OK V是你的单位 OK所以出来最后答案是这样子啦 拿来乘呢 I乘R嘛 因为下面同一个阶级 OK 最后最后一题 OK最后一题的 看到吗 Diberi Nilae Voltaan Nilae Voltaan Nilae Aroos Aderla 3000mA 看到吗 这样的题目它会有的啊 啊 刚刚我前面有讲 Mili Ampere 1000mA等于1A 所以 3000mA等于3A 所以要你找Nilae 瓜色你要这样子写啊 这个因为它要你找瓜色 所以不能用那个三角形啊 记得这个formular P P是你的瓜色的那个东西啦 OK 它的那个一个代表的东西 等于V乘I V是4W丢进来乘I I你最后一定要换成A啊 你不要写乘3000啊 乘3000你出来的答案肯定是错的 因为要拿来除1000 所以得到你的3 所以等于 最后出来要4V乘3A 最后答案出来会是 4乘3等于12W WATT OK 这个是它的单位 最后出来是WATT 所以我们Bub2.3正式结束 我们下部视频就去看Bub2.4 再见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